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牛永 歡迎收看鋼鐵紅生4的影片 今天要說這個改裝系統 大家一直以為自己有用到 可能一直都沒有用過 首先我們進入這個遊戲 先去這個生產界面 這裡就會列出我們已經生產的裝備 大家可以看到裝備圖示的左下角 給了一個倉庫的按鈕 之後就會列出一段說明 將倉庫中過時的裝備和繳戶的裝備 改裝成當前生產線的裝備型號 繳戶的裝備我已經測試過了 是沒得改的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之後有機會抗這個維修鏈的話 我可能會再補充 先記得這個裝備圖示 右邊就會彈出一個列表 裡面會列出同類的裝備 這個同類指寶兵、裝甲、飛機 這三個分類是陸軍和空軍的分類 改裝比較複雜 之後到改裝隔壁的時候再說 接觸後可以直接選擇要更改的生產裝備 在列表中的裝備圖示的右邊下面 有一個建造衍生型的按鈕 按下去就會彈出四個改良選項 改良某些選項會導致其他的數據下降 根據不同的裝備有不同的改良選項 外觀都有自己的建造衍生型 但前代是如果你沒有這個Mandacom DLC 或者你沒有用 槍、炮、摩托車、機械車 只可以通過這個建造衍生型改裝備的名字 雖然改名就不用支好這個經驗 選擇要更改的項目 在這裡我就將可靠性和引擎升到5 並將這個裝備名稱改為BF109S 在右下角按花費經驗保存 就會在右邊的列表中 剛改完的衍生型 不會直接更改成當前生產線的生產裝備 衍生型可以繼續改的 但已經提升的項目就不能再降低 只可以繼續提升 在今改為同類型的衍生型之後 生產效率會扣一點 但這個影響不會特別大 因為同類型和同分類也是不同的概念 戰鬥機靠近距離支援機 是空軍類的裝備 戰鬥機一型和戰鬥機二型 分別是三六型和四零型飛機 這些是屬於同分類 同類型的裝備 但就不同的型號 BF109就是空軍的輕型戰鬥機類型 戰鬥機一型 剛剛的衍生型就是戰鬥機一型的改良型號 是不是很好賺呢 概念就講完了 正題了 將生產線的生產裝備 過為剛剛的改良型號 然後在右手邊的列表中 將這個不需要的同類型 退化成一個過時裝備 在右邊列表的裝備圖示 右上角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就可以將這個裝備退役 如果要將這個退役的裝備重新服役 在右邊列表的最上方 顯示過時裝備 然後在列表中 找回你要的型號 然後再點回這個 服役按鈕 因為改裝要倉庫中有同類型的過時裝備 所以陸光可以透過這個編輯單位中的裝備表 空軍就可以將這個空軍重組 將這些過時裝備送回倉庫中 之後等幾天 生產線的裝備圖示 左下角的改裝系統就會錄起來 之後按這個改裝系統 就可以進行這個改裝 改裝的時候就不會適合資源 反而會有一個改良速度的產量修正 加這個已經200% 如果在工業科技中已經研發了 離散營工業一 改良裝備改造 尖進裝備改造 分別再加這個20% 40% 40% 改良速度的修正 就去到這個一共300% 將所有過時的裝備改裝後 生產的效率和產量會回復正常 今天你們好喜歡用重型坦克防空炮的人 可以透過這個改裝系統 將你們的重型防空坦克 改到最滿 就不會被人打破你的裝格 影片到最後 如果喜歡的話 就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